HELLO 大家好,我是Stanley 不玩將近日進行揚架運動 把開季從怡君出發的守護神 弗蘭戈降下了軍 同時註冊了二軍表現優異的安德勝 昨天升上了怡君 我想多數人都不會對這個異動感到意外 畢竟弗蘭戈雖然是守護神 但最近四場出賽都有掉分 已經吞下了三敗加三次的BS 就連失敗的次數甚至超越去年 顯示他的近況是真的非常差 其實秋總有在C29號賽前受訪時提到 富邦一軍的三位洋頭,包括艾伯勒、肯特跟富蘭戈 表現都算穩定 加上團隊的活力連貫性不好 比賽很少出現大比分 牛棚必須要有穩定的投手能夠壓制 所以暫時還不打算換人 結果過不到一週,富蘭戈就下了軍了 今天的影片我們就來看看 以161公里締造中止最速紀錄的富蘭戈到底怎麼了 同時也檢視一下富邦牛棚 看他們少了富蘭戈後是否還撐得住吧 首先我們先從4月21號對位全龍 也就是富蘭戈吞首敗的這場看起 在這場比賽登板前,富蘭戈已經出賽過6場 合計8級的投球沒有掉過分 準備打兩隻安打,送出1BB9K 拿到一勝一終祭外加2救援 沒有任何救援失敗的紀錄 可以說是完美的終結者 只要富邦派他上來就是萬無一時 在曾俊越跨局終祭9下投出寶送後 富邦選擇換上富蘭戈救火 希望他可以咬住比分,把比賽帶進延長賽 雖然他一上來就被林孝辰敲安 但這次安打完全是被擠壓到 只是打的位置太巧妙 再讓林孝辰找成飛快,才形成了內野安打 下一棒面對劉石浩,富蘭戈馬上搶了兩顆好球後 用156的訴求跟他對決 順利收下了第三個出局數 此時他只投了4球 富邦時局下當然也繼續把富蘭戈推出來 面對龍隊的中心棒次 富蘭戈很快解決到過天性之後 而對劉基鴻取得良好明快的領先 結果下一球推到161 居然被劉基鴻跟到,還打成中間方向的安打 也不只劉基鴻,面對下一棒的林志勝 富蘭戈一樣是速球被敲安 這次被打得稍微慢一點,但還是有159公里 而且位置壓在右打者外角低,一點都不甜 但大師兄不只能碰到 還可以順勢帶往右半邊,行長安打 也因為野總有換代跑的關係 取代劉基鴻的張正宇161N就跑到了三壘 最後靠著李凱衛的高飛犧牲打回到本壘 楊富蘭戈屯下了白頭 特別要提一下,富蘭戈面對李凱衛這個打席 確實太過相信自己的訴求了 連四顆分別是158、160、160、161 之後還是想用訴求硬碰硬 這個配球策略確實是賽後可以去檢討的 但以內容來說,我覺得富蘭戈這場沒有什麼大問題 球速有,控球也在線 只是有時候訴求的位置被搞起來 加上21顆球裡面只有4顆變化球 這樣龍隊打者只要專注去跟上訴求即可 也會減低自己的威脅力 再來是隔天4月22號對兄弟 富蘭戈連續第三天的登板 原本球隊是3比2領先的 但卻因為他的雜鍋必須要打延長賽 最終跟黃山君握手言和 嚴格來說應該是真君的雜鍋啦 因為被約動華打出最平安的是他 可是前面的危機是富蘭戈製造的 所以十分自然也記在他的帳上 這樣他的捕手是跟搖冠尾搭配 富蘭戈的球種使用上就明顯不同 用了大量的變化球來跟兄弟打者對決 27球裡面有10球是變化球 使用滑球的控制力最好 讓江桂宇及書內也無效飛球 也三陣掉了詹子弦 最後還可以來到141公里相當有水準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連三天登板的關係 富蘭戈的控球其實走中的蠻嚴重 訴求控制力也跟前一天對位置的差很多 對張志豪跟陳志豪的打戲 訴求都壞得很明顯 大致也可以輕易地去選掉 速度的部分 富蘭戈雖然沒有160連發 但最快還是可以丟到158、159 均速維持在155以上是沒問題的 有可能是因為前一場敗投了太多偏高訴求 所以這場一直想要把球壓低 反而出現太多壞球 導致自己一局沒投完就退場了 連三天登板的操勞後 富邦給了他6天的休息 在4月29號對統一才又把他推出來 想到這場比賽富蘭戈又救援失敗了 這場的富邦是1-0領先 第八局就推出富蘭戈 希望他能夠守住二連有人的危機 結果一上來面對蘇智傑 三顆滑球後來了一顆155的訴求 蘇智傑看到後馬上就拉往右半邊 打回了失敗的追評分 可以感受到打者本來就做好心意準備 要打富蘭戈的訴求了 而155公里對他來說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麻煩的是在這次安打後 富蘭戈的控球問題又出狀況 對潘傑凱從2好0壞投到寶宋 也因為前一格安打的回傳球 又還一手發生失誤 他和富蘭戈自己的抱頭 讓蘇智傑來到了三壘 下一棒林大恩上來看到第一球 是速球就直接打 這球一樣是1155公里 位置比較高 但林大恩其實有點被擠壓到 雖然是硬穿出去內野 形成失隊的制勝安 也讓富蘭戈不只吞BS 最終還吞下了敗投 雖然比分被最頻又超前 但富邦還是把富蘭戈留在場上 後面四個人次都順利解決 最後完成了1.1局的投球 但第九局他的速度有掉了一點 最快只有156 有幾顆甚至是149-151而已 以富蘭戈來說已經是低比標準了 最後是被降下落軍前的最後一次登板 富蘭戈是休息三天後 在5月3號對樂田救援 也是連續第三場吞下的救援失敗 這兩BS的理由跟前面不太一樣 是富蘭戈今年第一次 因為哀轟而受到的傷害 以上來先三陣掉楊慶豪後 富蘭戈面對朱玉賢連續三顆的壞球 在不想保送的情況下 他當然選擇繼續速球連發 把好球速要回來後 滿球速的情況下 壓在左打者外角低 這個位置真的就是極限 純粹是看主審要不要撿 但最後主審沒有舉起右手 讓朱玉賢保送上壘 再來面對廖建復 富蘭戈兩顆速球走在前面 拿到了一好一壞 接下來變速球頭太開 打者輕易選掉後 再一顆速球進來 張靜德並沒有往內蹲 看起來是要富蘭戈頭一個外角速球 結果他卻失頭跑進內角 一打出去 張靜德立刻就站起來 知道大事不妙了 我覺得這顆球的位置並沒有特別好打 加上153公里的球速 對富蘭戈來說是慢 但他終止已經是頂尖的快了 結果廖建復應該是早就設定好 在球速落後時 投手會搶好球術的心態 已經做好打速球的心理準備 所以逮到後直接確信步加手指填空 我真的很少看到阿富 會有這麼大的肢體動作 總結一下近四場出賽 富蘭戈四局的投球被打了七隻安打 送出的四個寶送 只有三次三陣 丟到五分有四分則是 房仍是9.0 跟張靜德搭配兩場 跟妖怪也搭配了兩場 但無論跟誰搭其實都被打 跟開技時的狀況相比 我覺得富蘭戈的球威跟控球穩定度 是差異最大的 球位的部分我可以拿出數據層面 拆成兩個來講 第一是三陣能力 前六場出賽 富蘭戈的K9值是10.12 八局就送出了9K 揮空率更是高達30.5% 排名富邦投手群第一 遠高於聯盟平均的18.8% 特別是取得兩好球之後 有超過五成的機率 將對手三陣出局 可是近四場出賽 富蘭戈四局只有3K K9值是6.75 揮空率28.6% 還是很高喔 甚至也比聚能整技的23.2%還要高 但兩好球後拿K的能力卻大減 從52.9%下滑至23.1% 這點從實戰影片中也能夠明顯感覺到 就是關鍵要對決的那顆球 無法像以往那樣三陣對手 那只要被打進場內 形成安打的機率當然就比較高了 第二則是讓打者集出內野無效飛球的比例 這其實是富蘭戈今年開季的最大優勢 如今卻消失了 前面六場登板 富蘭戈製造的滾地球比例是43.8% 平飛球則只有6.3% 內野無效飛球的比例則是高達25% 這數字非常嚇人 所以他不只能夠拿到大量的三陣 還能夠製造很多的內野無效飛球 這跟三陣的作用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最近四場 富蘭戈被打的平飛球比例翻倍 內野無效飛球的比率也大幅下滑 只有4月22號讓江蕙宇集出的一個而已 這可能跟他的訴求品質下滑有關 剛開季時富蘭戈的訴求很會跑 打者碰不到 就算碰到了也會打在球的下緣形成無效飛球 可是近期富蘭戈的訴求比較沒有偽進了 雖然速度還是快 但打者卻沒有那麼難打到球了 那控球穩定度的部分 也是吹上總教練有提到的問題 從數據來看 富蘭戈開季前八局就只投了一個寶送 比率9是1.12 結果最近三場就會失敗的場次 他每一場都有寶送的出現 而這些因為寶送送上去的打者 最後也都跑回來得分了 這當然是教練團不太樂見的 坦白來說我不認為富蘭戈這麼快下俄軍 是因為他投得太差了 而是因為二軍的安德勝確實好到 讓教練團想要交換試試看 從二軍開季的安德勝 目前已經累計四場先發 局數從五局、六局、再到八局甚至晚風 合計28局的投球防禦率僅1.93 很明顯二軍已經不殺了戰場 也該讓他上一軍輪體看看了 只是富邦接下來點面臨一個難題 就是少了富蘭戈後 他們的牛棚會不會大崩盤 開季至今富邦投手群的發揮相當穩定 團隊輪值得ERA排第二 牛棚則排第一 主要是靠六名選手守成 包括富蘭戈、曾俊岳、賴智元 陳冠勳、歐蘇成還有岳少華 另外還有郭俊玲可以擔任長中繼 以防先發投手提前被打爆退場 那少了富蘭戈後 富邦暫時還沒有拉其他的後援投手上來 一軍目前陳先6先發加6後援 但他們牛棚的使用狀況來看 這絕對是不夠用的 目前聯盟有15位牛棚投手的出賽場數破10場 其中富邦就佔了5位 再來是樂天跟統一的4位 威權跟兄弟則都只有一位 其中又以賴智元的使用程度最誇張 4月份人富邦20場比賽 還就出賽了13場 有4次的連續兩天登板 基本上領先會看到賴智元 落後也會看到賴智元 就算輸7分還是會看到賴智元 也很像富邦要煩惱的 是要把哪一位先發投手挪去後援 兩個洋頭肯特、艾普勒都算是穩定 王牌江少慶也已經復活 陳世鵬跟江國豪最近一場也都投出本季代表作 所以即便安德聖上一軍 輪值好像也沒有空缺 我個人的猜測是 富邦本週會讓安德聖以牛棚投手的角色 在一軍分擔局數 看是要長中繼或者短局數當勝利組都可以 像之前兄弟用泰勒那樣 然後從下週開始再把安德聖掉進輪值內 搭配肯特、艾普勒、本土王牌江少慶也不用動 設下一個空缺就可以依照對手來評估 看是要讓右頭的江國豪來 或者左頭的陳世鵬 其中一個可以先下俄軍 換一個牛棚上來支援 那富蘭哥還有機會回來嗎? 這當然得取決於三用頭的表現 還有牛棚是否可以繼續耐操又穩定 假設少了富蘭哥 富邦牛棚還是可以排聯盟第一 那球團當然也沒有必要繼續再用他了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對於富蘭哥下一句的想法吧 我是閃力 那我們明天的影片見囉 掰